就是他们工作的当地的新加坡当地有点不错 可能就是 欢迎大家来到频道 这个礼拜的视频呢 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个礼拜的视频呢 是我前几个礼拜呢 跟我的新加坡的商会一些朋友呢 去马来西亚JB新山那边的一些商家的一些对 在这个对接当中呢 我就是想要问一下当地的商家 不管是新加坡商家还是马来西亚的商家呢 大家都在把自己的一部分的Operation都搬去了马来西亚 所以呢 我就是从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落呢 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他们的这种做法呢 会对新加坡的经济有流失吗 会刺激马来西亚的一些当地的经济吗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种运签他们公司呢 会对新加坡和对马来西亚有什么好处吗 所以呢 这些问题呢 就是我在以后的这个视频里面的两个访问中呢 问到嘉宾那些问题 所以呢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呢 你可以呢 在下面 你也知道现在来新加坡的新加坡能办公司的考虑也多了 所以的话 你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就是你把其中公司的一部分就搬到马来西亚了 对 对 那你觉得这种做法的话 对你整个公司的营业有省到钱吗 呃 对不对 如果在新加坡我们真的有没有能力请到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们只能向外去 对对对对 当然就是要找的地方就是公司币啊 呃 就是说啊 呃 成本也没有这么高的地方 嗯 不一定可以 不仅是在马来西亚也可以是菲律宾也可以是越南 哦 对 对 像你上面有没有更多的少生起的 比如上游这样子 对 其实有已经很多新加坡公司 他们啊 以不同的方式啊 到其他国外去 嗯 比如说啊 设另外一间公司 之后设还是分公司 在在 马来西亚 或者菲律宾 他们都在进城 这很明显 就是一个工作 大姐讲一讲 大姐啊 工作就是这个业务在外流 那新加坡政府 它是很希望 更多的生意和一些业务 便留在新加坡本地 这样子的当地人 可能就业领域会比较高 那不仅你一个人 大家都想说 OK反正现在 在新加坡 雇当地人这个税 或者人头税 现在太多了 雇外国人头税比较多 但是雇当地人的这个 基本资格 公司也是很多 有些设施在新加坡这个 飞行也很高 所以大家也要要量 薪水也很多 对 那很明显 你就把一些生意 还有些业务 就流出了新加坡 那这样子的话 新加坡政府 是什么来看待 应该叫说 我们业务还是在新加坡 只是把一些成本转移去国外 其实新加坡政府 他们也没有说鼓励还是不鼓励 这都没看见 也不是这样说 因为他们还是肯定要鼓励新加坡的就业率要上升的 只是说对我们企业来看的话 我们在新加坡做事我们可能在成本方面还是需要做些调整 对对对 我们还是会继续变形新加坡员工 只说可能有部分的一些职位还是说工作范围 我们可以连续到海外的员工那边去帮我们处理 那你这段时间把你的工作公司的一部分的预言 放到新加坡里马来西亚之后 有一些比较好处的吗 就问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基本上就是 其实可能就是把新加坡的公司延伸到马来西亚之后 然后员工方面就是马来西亚的员工 然后我们也就是在尽量利用跟对方率来 然后我们的成本一点点低 那新加坡员工和马来西亚员工吗 你如果看的话 我们外国的他们做的工作是比较说 老实说新加坡人不太喜欢做的 就说我们在新加坡可能请不到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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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啊 弱压力大的行业 还是说啊 就说他的那个电脑是比较急的 对OK 嗯嗯嗯嗯嗯嗯嗯 可能就说啊 比较难拿驾期的嗯嗯嗯嗯嗯嗯嗯 或者用来的事情比较难嗯嗯就做好 很好嗯嗯嗯喔 就像做会计的,还是做设计的,这些都是非常的有压力的 都选择尽量不要这么为难的工作,越长时间 如果越来越多的公司像你这样,把一部分的成本放去马来西亚 其实对马来西亚,你今天也是有一个好处吗? 这里有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马来西亚因为对贯率都想出国 我们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我们就想把成本降低,尽量把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 就比如马来西亚,所以变成在这里,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 经营生意的老板来说,他们现在很缺员工,找不到员工 其实那些员工都去了新加坡,是不是? 对,对,我们不要坐太远,我们只限于新山这一个部分 因为它真的是太靠近新加坡了 那也许有些可能马来西亚当务的老板们他们就要去马来西亚 其他的地方去找员工的,北马或者南马这些地方 对的 嗯,ok,那你在新加坡,你在马来西亚,把这公司关了? 你为什么在这边有多少时间呢? 嗯,七八年 七八年的时间,所以在COVID之前,你已经是19% 那在COVID之前,两边都不可以进入,怎么办? 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去数码化 嗯,嗯,就是说也不信,因为你看,如果你不能来马来西亚,你也不能上班 在新加坡你也不能去公司上班,你还是要在家上班 那你还是要就是把工作流程调整到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不管是在博外还是在家里面 对啊,嗯,你刚才想了说把你工作运程的一部分来让它数码化 那你在现在也在运作中,你有运一些像AI这样子呢? 嗯,目前我们这块这些部分还是没有 嗯,只不过是说尽量把就是鼓励客户呢,文件提交的时候 尽量是自己下载,还上载去云端,然后给我们去提取 那我们就不用去把它逃避 哦,嗯,这样的话,就大半半分之一段说 我们的运工在家还是在哪里都可以,都可以办公,都可以把我们做到 那如果像人工智能现在在水费增长,你觉得将外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 嗯,肯定会取代至少是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工作 嗯,嗯,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员工说,你们一家提升员的技能 对,不只是做DataH,也要开始做review了 嗯,因为就是说数据,可能就是说很多系统是对接的 就比如说你的收银系统,PoS系统直接跟你的会计系统对接了 我记得了,这一部分的资料也是不用再输入在账里面,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要,就是要那个reviewer看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出现 可能就是说上载的问题啊,还是对接的问题啊,还是说其他的问题 那需要,真的是要有有经验的人,看得到,然后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对,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的技能肯定量提升到,嗯,不只是做DataH 对,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加拿来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取代百分之五十或是百分之四十的这种运作这方面的部分 那会不会加拿来有个解决到这个运作这个operating cost的问题呢? 嗯,嗯,尽量不少的人反而用更多的人工智能 那这肯定会,嗯,这肯定会 这肯定会在马来西亚的工作 嗯,还是需要,还是需要,嗯,好,好 因为你看人才,呃,不一定是限于新加坡,嗯,你要向外去找人才 嗯,嗯,你把工厂放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生意这么多 为什么还要再去新加坡拿更多的生意呢? OK,呃,主要之前呢,其实就是匯率的关系啦,匯率的关系 因为,怎样讲,在新加坡的匯率,compare起来还是比较,比较好 嗯,然后再来就是,呃,呃,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新加坡的工作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容易 因为马来西亚工作,其实马来西亚房子比较大间哦 而且他们呢,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呃,主要是,我们容易做哦 做得好,做得快,我们就容易收钱,比较快,这样子 所以说是,是新加坡是活借到,借到之后做得比较快,然后现金的话 可能它会进来比较快 嗯,会比较快 嗯,会比较快 那,你现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话,它是,新加坡是多少的业务,然后当地马来西亚是多少业务 那有没有跟你同行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是,我已经有了工厂,然后我的人工又很低,然后我可以从中再去,利用我现在拥有的这种,呃,材料啊,或者人工的话,我去新加坡再去拿更多的订单 有啊,本地很多这样子的,对,很多工厂都是,其实这边很多都是做新加坡客户的,啊,其实基本上是做不完啦,嗯 嗯,新加坡客户,你做不完? 嗯,可以这么少,因为我们,主要我们也是人工的一个,一个,靠人工的一个行业嘛,嗯,我们怎么样,每一个月可能就是只能大概process多少个,多少个,多少个,多少主厨啊,这样子,哦,OK,OK 那你在这边,因为新加坡它也有它的木工厂,新加坡也有它们当地的木工,那你的价钱跟新加坡当地的木工,那你的价钱跟新加坡当地的木工, 比起来的话,是多少的差距? 其实,我老实说,我没有去做真正的比较过,嗯,但是我相信,价格方面应该是不会差很远,啊,不会差很远,主要因为其实,主要不是,呃,材,主要材料,材料的价格可能是一个问题,呃,人工方面也是另外,人工方面的那个,价格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啊,所以,你说, 价格会差很多吗?可能 不太会差很多,但是主要是 马来西亚啊,比较多愿意,呃,比较,还是有比较多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啊,因为,新加坡你知道,大家都是, 主要都是读大学啊,读什么都是想要做白领啦,啊,但是这边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收得到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啊,所以说,在马来西亚这种手工业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呃,我觉得木工这个行业是非常有潜力的,啊,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都,都会有,还会有继续的,继续的,向前走啦,啊, 那你觉得新加坡的客户跟马来西亚的客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呃,新加坡的客户,我们其实已经做习惯了,嗯,嗯,大家都知道客户的方面,我们也会尽量去满足他们啦,没有说,因为我们,我们主要主打是一个服务, 嗯,不管你再难,再难,再难的,呃,再难的一个刁难的客户都好,我们,来到我们,刚好是我们做到后,我们也会尽量去满足他,嗯,哪怕是可能这场工没有赚钱,我们也要拿回那个service的那个,那个,呃,信誉啦,啊,那你做,这是你的第一个职业吗? 还是之前木工,自己做木工厂老板之前还有其他做了其他的职业? 啊,这个,这个不是我第一个行业啊,当然我这个是在中途之间,我们有可能是在,呃,MCO过后,MCO,呃,那个CB之,CB过后,CB那段期间啊,我们才正式合作,嗯,你之前做什么?我之前是ID,啊,是ID,啊,是ID,啊,是,所以呢,其实,呃,ID,带着, 呃,呃,木工,做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会更,更讲究,因为我本身知道客户的要求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更容易,更容易,就是让,我们会对于这些手工方面,我们会更要求啦,啊, 啊,呃,你之前做ID,你是做当地的客户吗?还是做新加坡的客户? 我们都是做新加坡客户的,啊,啊,啊,但是ID的竞争是很,很大的,你在这么多人,跟那么多新加坡当地的ID,你就说,你自己又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你怎么跟他们竞争呢? 我们讲究的是服务,啊,啊,就只有是,呃,你给怎么样客户,服务,呃,客户会感受得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做介绍客,啊,就是说,其实你的服务到位,你就有回头客,再给你再来订,再来订,啊,对,是这样子的,基本上我们也很少,我们的新客户都是来自我们旧客户的介绍啦,嗯, 通常情况下,一个单的数目和这个budget通常是多少呢?你们平均每一个单的这种budget是多少呢? 我可以说,告诉你的就是,呃,一个装修里面,啊,其实我们木工占的是整体的30%,啊,就是讲可能100千的costing里面,至少有30千是木工会占据,嗯,再来就是可能就是,呃,另外30%是那个做砖,哦, 做,呃,做水泥这样子的,啊,剩下的就是48%就是其他的,包括其他,啊,那如果可以给观众朋友一个攻略,可以知道你做的木工,它材料是确实是真货,好货的话,那你这个一个攻略是什么呢? 这个老实说比较难,嗯,因为我们当你送到,送到去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已经是,呃,包好了的,就是可能有收边, 所以比如讲门,门上面我们有用ABS去收边,门这边就可能比较难了解得到,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好像比如讲那个,呃,厨身,因为厨身我们是到现场才安装,嗯,所以很多收口的地方我们会当场连,所以可能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的木料是不是,呃,他给你的木料,啊,这样子有跟你,跟他跟你讲的木料有没有差别? 但是如果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人,他也看不出来木料好和坏,那他应该不会去,呃,他应该不会去,呃,太过在意这个东西 哦,OK,OK,好,好,所以大家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找到比较适合,然后比较真诚,真的是可以服务到你的那种ID和木工来做你的家,对吧? 这次去新山马来西亚跟当地的商家连接呢,可以从中也许到了很多,很明显呢,这个马来西亚的经济呢,是很大,但是呢,当地的商家呢,还是呢,不断在找一些突破点呢,比如说是要做新加坡的一些生意,这样子,对于这个新加坡公司,大部分公司想要牵去马来西亚,这个经济流失呢, 这种东西我觉得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看的话呢,才会知道,毕竟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也不是一年两年,你也可以,你也从中的一些嘉宾们分析,他们其实这样子把公司的一部分往外牵已经很多年了,那将来,对将来的新加坡的经济呢,发展呢,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 也许新加坡的经济,也要考虑一下,在外,在找新的突破,在找新的领域呢,可以呢,再刺激新加坡的经济,那对于这些想法,和这些,这些分享呢,就您作为一个观众,您有什么想法呢?请可以一起在下面留言,为我分享,好吗?谢谢你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